比克月朗对比大众未领 以旅行的名义 市场需求以及用户的消费习惯 决定了厂家对于产品的投放 在欧洲遍地跑的旅行车来到国内却并不吃香 人们更愿意选择林地阶级高的SUV 这就导致了喜欢旅行车的朋友只有眼谈的份儿了 而再说的旅行车又普遍价格偏高 成了不差钱的玩物 月朗和卫领其实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车 但在众多的两箱紧凑车型当中也算是一股清流 两车尺寸处于同一水平 差距都在耗力之间 月朗的轴距略有优势 一会儿咱们再看空间表现 两车都使用了自家家俗式的设计风格 月朗更显时尚 相比之下 卫领看着就有点闷闷的感觉 两台都是顶配车型 月朗使用了远近光一体式LG大针 卫领则是鲁素光源 还没有透镜 差距比较明显 为什么说它俩都不是标准的旅行车呢 原因就是车身侧面造型 更接近于传统的两项车 缺少旅行车修长出展的感觉 两车都使用了多桥服饰轮骨 卫领要略大一点 轮胎都普遍偏重 耐磨和节省 售价都在500元左右 卫领的后拳更长 地柱的清洁角度也更大 看着比月朗稍微旅行那么一样 车尾造型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月朗的设计有点简单 卫领的层次感更强 双边共两处 排气修饰也是加分项 两车都使用了LED光源 十宽凳 不管灯组造型还是点亮之后的效果 都是卫领的辨识度更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